HELLO, 大家好, 这一节的交给坚诚时间就讲一下这个疯狂的看球日 我先讲一下自己, 昨晚的9点多钟就先看温布顿的蓝丹决赛 跟着就睡了几个钟, 凌晨3点起床看欧国杯决赛 跟着就休息一会, 看美洲杯决赛三连环, 感觉很满足, 但就不太高兴, 但就相当之累 真的年纪大就机器坏, 我想下次不要看这么多 实在相当之累啊, 就算睡了后睡了七八个钟, 都好像保护那样 不知道大家相信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拿了假, 特意不上班就看了这么多项的大赛, 或者是不是射球 好, 欧国杯, 赛前很多的评论啊, 或者球迷自己想法都是西班牙秤高一点的 就算不是一班球, 都起码高半班球 因为你看到今届西班牙的进级过程是相当之厉害的, 火力很强啊 相反, 英格兰形容好像是中下中下那样, 有点运, 好球不如好运, 进了这个决赛 英格兰上次赢这个大赛冠军已经是1966年的世界杯 等了58年, 我很多球迷都希望Football coming home 结果都不成功了, 连续两届在欧国杯有决赛 都是饮痕, 屈居牙军 看看这场球的双方阵容,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不大 英格兰方面, 继续沿用这个近期叫做 都用的三后卫三中坚打法, 不过逆卫方面 所以就取代了查比亚的位置, 其他就不变的 西班牙方面, 卡华查就停在复出 之前很多的评论都说, 英格兰打三中坚有好有坏 就是两家两个逆卫, 你面对着对方那两个年轻人 右边的亚马, 左边的力高威廉斯 相信是相当之头痛, 你见到他们两个年轻人 就互力充沛了, 完全是不像一个十多岁的年轻人 特别在右边的亚马, 他也成为了主要的大赛 历来最年轻的上阵球员, 17岁01日 之前那个纪录是谁保持呢? 就是球王比利1958年 世界杯决赛, 他当时是17岁0249日 亚马今届的表现相当之好, 一个拿着书包去踢欧个杯的学生仔 结果也是当选今届最佳的年轻球员, 四个助攻, 一个入球 你看到他足球的智慧, 阅读球速的能力 接下来都是西班牙, 他和利高威廉斯 这两个周, 应该是十年八年, 应该是两个年轻人的世界 这场球, 其实在上半场, 应该难有一次的中目标 西班牙好像有一次中目标, 但有些数据就说他没有中过 其实形势是差不多 但是那个形势方面, 略为称先的就是西班牙这边 你看到他推进, 组织等等 英格兰那边好像有些手势 都已经预认了, 因为你 没有可能跟西班牙斗攻, 即是以现时英格兰的人脚里面 当见到半场洛迪受伤, 被换出 当时想, 洛迪受伤会不会是一个契机, 令到天有英格兰呢 因为你见到洛迪在西班牙阵中的地位 相当之重要, 即是可以说不可决 突然间换出去了, 当时也有一点蚀起 我想英格兰球迷和我一样 正正就是下半场出到来, 可能不集中 还有防守上两个都挺大的失误 先是第一个入球, 就是当时亚马在右边的进攻 不是第一次见到亚马在右边, 拿到球之后是看得很通透的 因为要打三个后卫, 三中坚就 基义获加, 右边那个就收摸入中间 因为不是踢两个中坚 令到力高威廉斯多了很多空位 就是这个缺口, 令到力高威廉斯就杀到过去 射破了迫福特的大门 这个入球, 下半场很早很早到 即是两分钟左右已经是入球了 这个入球是不是怪一怪 怪一怪基义获加呢? 当然有少少啦 但是他的阵式限制了就没办法 也有时候失球就不能怪某一个球员 但是有部分责任是要 即是基义获加的身上要负多少少啦 今场其实见到收夫基在落后之下 当时想, 英格兰很喜欢反级的 那西班牙先入球 那其实对英格兰是好事 因为往往英格兰失球之后 就整班球员会醒醒的 进攻就会积极很多的 那今场收夫基的按针都快了 很早就已经是换走表现相当之平淡的哈利简尼出来 由上场的功臣屈肩屈肩屈肩入体 接着另外在七十分钟就换入了高尼彭马 这个变动就立杆见影了 当时追和也是靠高尼彭马 首先拆动的交给萨卡 萨卡再推入一点 就交给比宁咸 设后由高尼彭马射入 在七十三分钟就追和一比一 当时高尼彭马射入大约是三分钟左右 当大家都以为要这个又是打和 难道要加时射十二马的时候 在八十六分钟呢 西班牙就靠着一个叫做 又是多谢英格兰防守上的小小的错漏 其实人是足够的 当时才是基尼祸家拍过去 古古尼亚 拍不到球 第一时间很快就出入中间 史东斯和马斯古希 想夹奥耶沙巴也夹不到 让他第一时间射入 当时英格兰的防守其实是足够的 又是有点怪的基尼祸家拍过去不够快 被古古尼亚出到球 也都是奥耶沙巴也没有越位 经过VAR的复核之后 二比一八十六分钟 你说之后 英格兰是不是有机 其实一个黄金机会可以追和的 就是马斯古希的近门头锤 被澳母复制心灵 护到这个空门 这个空门是至为重要的 令到西班牙呢 结果二比一 险胜这个英格兰 第四次赢得欧国杯 对上的三次呢 就是1964年 2008年 和2012年 西班牙也是第一支七战全胜 赢得冠军的球队 也是相隔十二年之后 再捧的这个冠军奖杯 那说起各个的奖项方面 刚才也说过 亚马就当选最佳的年轻球员 整个赛事的最佳球员就是洛迪 不知道未来的金球长会不会 因为这个赛事 赢了这个奖项 可以为他增加多少少的分数 洛迪在球会和这个国家队 都是一个人生的大赢家 赢了八个的錦标 那上映之下呢 黑仔王的哈利简尼 人生里面又一次 和这个奖杯錦标刷身而过 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赢到 他职业生日第一个冠军呢 加油 唯有说句 希望他退役之前可以做到 至于神射手方面 有六位球员 三个入球并列这个射手 就是神射手奖的 因为那个计分方面 计分方面 计个赛制方面有少少不同 以前有 如果入球相同 就会计算助攻 上阵时间等等 但是今届呢 只是计入球而已 三个入球的神射手 又包括了西班牙的奥姆 还有英格兰的哈利简尼 德国的穆斯亚拿等等 英格兰领队收夫基就被问到 自己的前头是怎么样呢 虽然英格兰足总是较早前就说过 无论欧国杯的输赢 都希望收夫基可以继续留队 带到去2026年的世界杯 收夫基就说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想说这方面了 都要跟一些家人 或者一些英足总方面的 重要人物商量之后才有决定 那我就个人觉得 收夫基应该要走的了 其实都带了这么多年 也都是两次带领英格兰 去到欧国杯的决赛 都是饮痕屈第二 很多时候虽然说 是不是应该去高峰走 这个不算是高峰 但是我想英格兰都需要一些转变 或者因为太多的评论都是收夫基 很多的负评 我想这个转变是需要的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另外西班牙领队方面 迪拉芳迪勒厲害了 就是贏了大队贏了U19 大令西班牙U21 欧国联 再贏了这个欧国杯的冠军 恭喜了真的 你看到他之前带领这个西班牙的青年军 就是U19、U21一直上到来 其实这一帮西班牙的大国角 都是他大大的 所以对于每个球员的财能 都是相当之了解的 好了 那 譬如说一下美洲的加杯 都有看的 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否和我一样 就是 这次美国方面的主办方面 就有很多很大的问题 这场球员就 都迟了一个小时 二十二分钟 因为赛前 哥伦比亚的球迷 或者 和阿根里的球迷 因为很多他们没有球票 都是硬的闯入球场里面 甚至有人有被影到是由这个通风口 捐进去球场 就是由通风口那里 甚少见 这些在电影的桥段里面 进去球场里面 另外又在集口里面 强厂 很多的因为维持秩序的保安 警察都不够球迷多 场面相当之混乱的 好在就没有引致一个受伤 或者是有球迷死亡的事件 始终这些的 这样的场面 很多时候都会发生 这个不愉快事件 之前 乌拉圭的球迷 和哥伦比亚的球迷 在看台打架 都是其中都被受批评 就是保安做得很差 这次这一场的决赛又是这样 下一届的世界杯 2026年的世界杯 美国是其中一个主办国 这次的保安做得这么差 是会令人有点懷疑的 主办大赛 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差呢 是不是需要 需要一个很好的检讨 说回这场比赛 是迟了超过一个小时才开赛 所以可能大家准时起身的 球迷就 咦 为什么以为打 为什么这么久都开不了球 就是因为球迷失控的情况 这场比赛 美斯 应该都是最后一届 踢这个 这个 这个 说得 美洲杯的 比赛 64分钟 他之前 在三十几分钟 和对手硬折 一招之后 就少少受伤 接着 64分钟 他从后追对方球运的时候 没有碰撞之下 自己再相买 搞了很久 结果被逼 被逼换出场 你看到美斯 就突然间 就很感触 可能知道 未必再有机会 踢这个美洲国家杯 所以都是 哭了 大家看到画面 都觉得 有点点 心都痛 看见美斯 这么伤心 幸好 后备上阵 的 拿大路马 天尼斯 今届 喪失了 这个正选位置 在加时的入球 结果就 令到阿根廷 1比0 险胜 哥伦比亚 成功 衛免 也是第16次 赢到美洲杯 拿大路马 天尼斯 也是以5球 成为 今届赛事的 神射手 美斯 之前哭了 赢了个杯 当然就笑了 好了 今集的 交给坚城 就讲到这里 拜拜